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相当中的案例啊 这个呢就是这个人文的锁链比较重啊 性格比较内向啊 那么做事呢犹豫不决啊 比较内向 这个没有什么魄力啊 所以说这个事业发展初期是有很大的一些阻碍啊 容易错失良机 三十岁之前是都是不太理想啊 这个是右手 那么左手也是这样的 左右两手都是这样的 这个生命线跟智慧线连接的非常的长啊 这个就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呢 非常的内敛胆小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断掌 断掌呢 红色的分支就是断掌啊 断掌就是这个 看这个红色的这些分支啊 为干扰纹啊 干扰纹 往下延伸也是干扰纹啊 黄色的这条线呢 这条纹路呢 这个是双重感情线 也就是这个断掌之后 又有一条平行的这种感情线出现啊 那么这个称之为假断掌 假断掌 假断掌之恩 初期是波折主爱啊 初印起伏不定啊 主 需要主动出去闯一闯啊 主动化波折为魔力啊 出去闯荡几年才可以知道 这个早日得运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啊 这个就是红色的这个人文 蓝色的是这个就是地文吧 啊地文 那么其实这个就是双视野线啊 双双生命线 内侧那条呢 就是贵人文啊 贵人文 事业线初期你看 初期基本上波折不断啊 基本上没有 到后面到了 大概二十七八岁之后 慢慢起运呢 这个后期是 事业运势还是不错的 我们看这个中指啊 是代表自己啊 代表自己 无名指代表伴侣 如果是中指跟无名指 分得太开啊 容易夫妻离心啊 如果是两个手 都是这样的话 就概率就更高啊 再加上有这个棺材纹 看见没有 棺材纹 棺材纹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是一个 情伤啊 容易这个双腹 双方都都容易刻啊 容易刻 两个手都有 你看 这只手也有 无名指 偏向于中指 分离 无名指和中指 分离得非常的开 这就是 这个两个人呢 关于婚姻这块 是这个 没什么沟通语言 共同的语言啊 就是 貌合神离啊 好了 有关这个手相 我们就先暂时 分享到这里啊 如果是有这方面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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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